大家好,今天的新闻是 大阪发生分尸案至少两人遇害 凶手已为三名男女 中新网8月17日点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 日本大阪金船分尸案 凶手将被害人的尸体分装在数个油旗罐 弃止公园 警方说受害者至少两人 目击而表示凶手可能是三名男女 大阪府警方 14日先后在大阪市天王寺区 东高金公园内的一个铁制油旗罐中 及距离公园100米外路盘的另一个金属罐中 发现两个大小不一的右脚脚踝等尸款 随后警方15日 又在另一个垃圾处理中心 发现另一个油旗金属罐 装有与先前发现的较小脚踝尺寸 相同的走脚脚踝 大阪府警方根据脚踝尺寸判断 受害者是一对成年男女 死者身份待查 附近居民说 曾于七月下行某月某夜 在第二个金属罐发现地附近的停车场 看到一辆乡行车停下 车上有三名男女 并卸下两个金属罐 将金属罐搬下车的是一名二十多岁的男性 驾驶座上则是一名女性 警方称 十四日在公园内发现的金属罐中 装有一名死者头部和两个大小不一的右脚脚踝 路上发现的金属罐中 则装有尺寸相同的两只手 肩胛骨 骨盆 大腿骨等 再见